来方预计受困疫情,经济持续恶化,失业率继续攀升,明年本港住宅楼市仍要受压,整体楼市会下跌5%。反而对于豪宅楼市,虽然走势仍然偏远,但因为都要考虑到有机会内地买家,回流到港置业,支撑豪宅楼市,因此反而指料会下跌約0%至5%。 来方执行董事及股价及咨询部主管林浩文子,以目前经济条件,发展商投地出价肯定保守,以赞钱角度而言,并不适合推出中环海滨商业地。林浩文子,2020年原本预料全年跌幅比目前大。 但早前调整过预期跌幅至5%。然而按照目前数据统计,全年楼市跌幅应该少于2%。 林浩文子,于一年半来经历过社会运动及疫情影响,楼市抗跌力仍强。相信由于自去年资格大量购买力,虽然每次疫情平稳时都会释放部分,但仍然有大量购买力未入市。 因此,林浩文认为明年楼市虽然疲弱,但只会调整约5%。主要考量因素,在于政府坦然将不会推出新一轮保就业措施。 并在疫情影响下,经济转趋疲弱,失业率高企,由于过去加入辣椒后,本港物业主流买家为打工仔为主,而上述因素可能影响相关买家收入,松宜影响其置业决定。因此楼价仍然看淡。 至于有投资者将2020年疫情与2003年沙士类比,并估计楼市亦会如当年呈现反弹。 林浩文直言可能性不大,因为跌幅不多,因此U型反弹的机会不大。 至于地皮买卖,林浩文认为短期至2023年的政府官地,仍然有明确密地方向。 然而2023年后则是一个问号。 至于今年全年卖地及保地价收益,至今只有约300亿元。 远迅去年过千亿收益,主要由于年内最大型中环海滨商业地及山顶文辉道地尚未推售。 若然成功售出,卖地收益仍然有机会达900亿元。 不过林浩文坦然文辉道仍然有楼标风险。 而中环海滨地以赚钱角度而言,目前并不适合推出。 另外来方又预计明年写字楼市场都会受压。 预料全年下跌5-8%,主要为港岛地区受压。 反而九龙地区有机会上升1-3%,另外商铺市道走势亦会受压。 而且下跌幅度高达10-15%。 来方香港区商业部执行董事刘柏文子。 港岛整体甲级写字楼空置率已经超越2008年金融海啸的高度6%。 由今年1月的4.1%升至7.8%。 创纪录新高,并预计明年港岛区写字楼租金下跌5-10%. 而来方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九龙区商业部主管麦建委辞指。 虽然九龙中部,即由尖旺区写字楼空置率达7.7%。 接近2003年沙市至今的17年高位。 但预料未来更多租户向非核心区搬迁。 因此预料明年九龙区写字楼达为平稳。 甚至租金会有1-3%升幅。 因此数据租着提供平稳を行入念域巨大幅。 在 evangel域巷机上有病 Scar浅区写字を参加描定。